各位观众,今天头条继续向您报道 关于中国在完全属于越南专属经济区和大陆驾海域上 非法架设中海游900亿钻井平台仪式的新消息 今天6月9号,中国船只继续激烈包围和阻拦 正在正常执行任务的越南渔舰船和海警船 在中海游900亿钻井平台周围海域上 中国出动约120艘各类护航舰舰 其中包括6艘军舰,此外还有正查飞机 他们经常撞击,用高压水龙头攻击越南执法船 中国渔船也日益胆大妄为 连续组团布阵,祖兰正在传统渔船上 进行正常捕捞作业的越南渔船 逼越南渔船离开900亿钻井平台约40海里 中国船只如此横行霸道 但是越南海上执法力量仍然保持高度克制 坚持和平斗争方式 要求中方立即将钻井平台和护航船只 撤出越南专属经济区和大陆加海域 越南渔民的渔船仍安全 并继续坚持在传统渔船上捕料作业 近期在新加坡举行的题为 东海紧张局势升级及其对地区安全造成的影响的国际研讨会上 国际学者肯定 中国要对目前东海紧张局势负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是挑起争端的国家 但是中国一直提出非常可笑的言论 称被别国欺负 他是局外 他被局外势力的受害者 中国误告越南的最明显证据是 6月5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 越南船重创中国贡物船1200艘次 针对洪磊的不属实的上述消息 外国记者提问 越南电视台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 中方船只追赶冲撞两艘越放船只 并交成其中一艘沉没 这是否证明中方才是在东海 持续攻击行为的一方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不能提出具有说服力的答复 也无法提出任何证据 对中国的中间南岛 中间南岛 是哪一方在现场制造紧张 全世界看到这些真实画面都非常清楚 中国船只在属于越南主权的海域上 追赶撞成越南渔船 这是被全世界谴责的非神道行为 这也是博士中国荒谬年论的证据 世界舆论再次见证中国地区这一新型国家 违背国际准则的行为 这一新型国家的证据